击沙成塔 击水成河 击雪成山 咱们省协建筑在本次降雪中就遭遇到了雪山压顶 灾难面前大家伙是山塌不后退 雪打不低头 来看 在经文中响 因大雪 一屋楼园内的钢购房发生坍塌 有人员被困 里面被困人数大约在个八到九个人 电脑全部出现了痰痪 辈子不要了 你命重要些 里面还有人 里面有人想和小伙子 民警赶到时只见卷拉门承重支架都严重变形 被困人员到三角地带进行躲避 避免再次发生之外 消防员赶到之后 拆开变形的卷拉门后 将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在校感大雾县 路上的积雪已经达到二十多厘米 村民张学军的孔雀养殖基地损失惨重 初步估计飞走了一千三百只 压死压伤的不计其数 暴雪威力不可小事 受其影响恩施红土 新唐 板桥等多个乡镇的电网受损 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六户用户受到影响 抢修现场工作人员正冒着雨雪爬到十米高的电线杆上维修电线 截止到四号下午 停电用户恢复率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六 而在恩施州赫丰县境内 大量行道数树枝被冰灵压断 公路上也出现了积雪和结冰 给交通带来极大阻碍 一月四号凌晨三点多钟 赫丰县公路局派出六十多名工作人员来到各个路段清除路障 在赫丰县走马镇白湾县皮尔亚路段 记者看到厚厚的牛皮林覆盖了整个路面 交警对该路段进行了封锁 针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波极端天起 赫丰县公路交通民政部门严阵以待 将相关应急措施细化到人 以保证群众安全出行 目前省民政厅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三级应急响应 实行24小时救灾应急值班和灾情零报告制度 省民政厅工作组已赴宜昌市受灾地区核查灾情 下一步 省民政厅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和灾情 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加强灾情管理 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新闻360编辑报道